1987年,梵高的作品《湘日葵》在加士德拍卖行以2250万英镑的价格成交,相当于人民币2.8亿。 而这个来自湖南农村的小伙,复刻一副逼真的《湘日葵》仅需28分钟,但他的售价只有几十块。 他叫赵小勇,是深圳大分的一名画工,他离摸过的梵高画作超过10万幅。 在这个城中村里,像赵小勇一样的中国梵高有上万名,他们是产业链底层的赚品制造者。 也是一群以画笔为生的农民工,他们生产了超100亿幅世界名作。 鼎盛之时,中国生产了欧美市场70%的油画,其中的80%都来自大分村的这群农民工之手。 离摸一幅梵高的画作,画家可能需要几天时间,然而这些未接受过系统培训的农民工,只需要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。 1989年,香港商人黄江带着二十几名画工来到大分村,开始了国内少有的纺织名画生意,还招揽了许多佣金便宜的农民工。 于是这个毫不起眼的村落慢慢发展壮大,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油画工厂,还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。 这些目不时针的农民以画笔为厨,养家糊口,他们不懂什么是艺术,只是跟工厂流水线一样,一人画一个局部,每天重蹈覆辙地做着同样的工作。 他们在银热的画室里灰汗如雨,订单多的时候,睡觉都在这里凑合,便到后来,一个纯熟的画工甚至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做画,速度还丝毫不差。 几十年下来,他们任何一个人手下的画作都比全世界任何一个职业画家的作品多。 比如赵小勇,二十多年前,赵小勇从老家邵阳来到深圳打工,一开始,他干的是树池厂上色工作,每天从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八点,月薪也才六百块。 这时,一位老乡告诉他,有工友在大分村画油画,每个月可以收入三千多,这让小勇眼馋不已。 于是也踏入了临摹油画的行业。 在经历了最初的摸索后,赵小勇发现,梵高的画订单最多。 于是他开始一门心思的临摹梵高画作。 手一练出来后,赵小勇的生意就越来越多,他忙到自己都画不完,于是带起了徒弟。 他的第一个徒弟是自己的妻子,之后,弟弟,小舅子也都被他带出道了。 妻子专画星空和向日回,弟弟专画咖啡厅,小舅子画自画像。 而赵小勇自己什么都能画,几十分钟一张草稿都不用打,这些年,梵高的画他早已熟透了。 画的笔触每一抹颜色的明度和纯度,每一个用笔的细节他都烂熟于心。 赵小勇觉得,自己冥冥中和梵高有些缘分。 虽然一开始的目的是温饱,可画了十万张后,人们总会想摸到一些更高的东西。 赵小勇也不例外,于是,他开始看凡高的电影,了解他的生平。 他有了新梦想,那就是出国去看凡高真迹。 然而,最现实的原因永远是钱。 路费很贵,开销很大,工作室单字源源不断,孩子还在上学,赵小勇别的难受。 于是,他的家人去了趟世界痴疮,坐在荷兰园里,让妻子拍了很多照片。 在这里,他似乎离世界很近,又好像离世界很远。 不过机会还是来临了。 一位荷兰客户邀请他去阿姆斯特丹,他只需自己出来回机票就行,这让赵小勇兴奋不已。 在说服妻子后,小勇回老家办护照签证,可久过三巡后,男人却对着镜头流下眼泪。 在种种现实面前,赵小勇早早失去了竹梦的机会,而如今,他似乎重新触目到了那个向往的世界。 怀着激动的心情,赵小勇登上了前往荷兰的飞机,站在阿姆斯特丹的街上,他更是举着手机,嗨个不停。 不过很快,赵小勇的笑容就消失了,因为他发现,自己客户的店跟他想象的很不一样。 赵小勇没有想到,这里居然是一个人来人往自由选购的纪念品商店,而他的画作就像白菜一样任人挑选。 更令人难受的是,这些卖几十几百欧的话,他最终也只能拿到个零头。 客户倒是热情拥抱了他,还说他的话,如果跟美术馆里的调换,别人肯定看不出真假。 赵小勇只有苦笑,他的世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渐渐崩塌。 第二天,赵小勇终于去了美术馆,这次他终于站在了梵高真纪面前。 可看了许久后,赵小勇只说了一句话,颜色不一样。 原来,在镜头电脑的反复冲刷下,赵小勇看到的那些画作图片早已失了真。 赵品终究还是赵品,他原以为自己已经炉火纯青,以真化镜。 可站在大师真纪面前,明显的差距还是给他带来了巨大冲击。 他自认为心灵相通,结果大师的话在美术馆受人瞻仰,自己的却只能摆在纪念品销售处。 在和美术馆的保安聊天时,对方听说赵小勇画了二十年的反号,兴奋地问他,那你自己有什么作品? 赵小勇沉默了,因为他根本没有自己的画。 他突然陷入迷茫,甚至不知道回去以后要怎样画画。 临走前,赵小勇来到了二维墓园,他在梵高的墓碑前,用家乡最传统的方式点了三根香烟,插在了苹果中间。 在静静看他们染完后,赵小勇飞回了中国,他跟画工们分享了这次的经历,也倾诉了自己的迷茫。 我这只衣服什么作品都没有,我只是在领摹房高的画,也是在领摹,也是在领摹。 毕竟我们是一个画工,要从一个画工成为一个画家,再成为一个什么,拉缺缺其实是很难,我就一直是这么认为的。 不过,一位工友的画,却很快点醒了他。 重要是你自己内心怎么感受,你自己内心怎么去,去做什么,去表达你自己,让人家认可你。 如果房高跟着当时的每样写事走,我告诉你今天没有房高。 赵小勇开始画起了原创,他的第一幅画,就是那间逼着的画室,那里承载了他数十年的时光,以及无数工友的血汗。 他开始画老家的巷子,画年迈的奶奶,赵小勇想明白了,画一年也好,两年也好,创造出一幅放尽了自己思想的作品就好,我的生活,就是我的艺术。 纪录片结束了,但世界并没那么多童话,临摹了二十年繁高的赵小勇,即使幡然醒悟,开始原创,也不会立马起身最伟大的艺术家之列。 纪录片播出后的六年里,赵小勇逃离过大坟村,最终又回到了大坟村。 但是赵小勇还在努力成为赵小勇,现在他也成了一个小小的签约画家。 这是一个艺术家精神,觉醒的故事,但说的却不只是艺术家。 生活中有太多的赵小勇,做着重复机械的工作,为了生存奔波老路。 他们也曾在某个夜晚思考人生的意义,自我的价值。 也曾举目仰头,试图看一看繁高,摘一摘星空。 或许,他们这一辈子都无法追寻到答案,终其一生也不会功成永久。 但谁又能说,这找寻的过程毫无意义呢? 或许,我们永远也成为不了繁高。 但是,能成为一个中国繁高,已经是平凡生活的伟大梦想了。 毕竟,握着六边市的人,同样可以仰望月亮。 我是拉环,关注人间一拉罐,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。